大家好,我叫Suki 我在这里已经13年了 我们在英国的这个地方 然后我成家了 我有两个孩子 一个大女儿是13岁 一个是5岁半 然后呢,我们现在 在这个地方呢 就说唯一的就是毕竟我们是中国人 就是想让他 多接受一些 所谓中国那个比较好的 方面的东西 就好像 中文啊 现在我们作为父母 基本上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除了在家里可以讲讲中文 就是他们缺少的是一份 就是说 怎么样浓露到中国的那种 生活也好 他们不大了解 而且他们 就现在我们很需要一个 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 产地或者说是地方 让他能够真正的 去接触一下所谓的 中文也好 中国的很多很多的 传统的东西 就是特别是 今年参加了这次的春节晚会 给小孩子带来了很多很多的 就是说不一样的感觉 他们很喜欢 而且他们很兴奋 他们会真正的了解 什么叫我们中国的春节 什么叫New Year 他们懂得很多很多的东西 为什么你们New Year要穿红色衣服 要有红包 要有武师之类的 所以他会问很多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顺便解答 他会听得很认真 会可以接受很多很多中国 所他们就是很想象不到的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我觉得 这个给他们带来了 真的很大很大的一个改变 所以现在我觉得 就是对于他们中文的教育 还有一种我们的这种 就是说又一种好像互动型的 这种方法 我觉得很引起小孩子的兴趣 不然他就本身对于中文 他会觉得很难 他本身就会觉得很难 甚至少接触 他们会讨厌去接触 但是他们现在接触到这里的东西之后 他们会觉得很有兴趣 这是做我们父母非常开心的一点 也是这个学校我觉得挺成功的一点 他们用这种的方式 来让小孩子先喜欢他 然后慢慢从活动的活动当中 给他们就是说带来一些 那是这些文字啊 就比较灵活性 不会那么死板 不会像课堂的那种 就是他们会觉得很不容易 他们受不了 但是他们现在很喜欢 跳跳舞啊唱唱歌啊 都是在学中 所以他们就变得接触当中 他们没有排斥 甚至很喜欢 所以我也很开心 能够带两个小孩子 在这里参加这个活动 就是非常感谢 就是我们觉得就是也希望 就是说在这里的中国人 我们做父母的也可以在这边有一个场地 大家互相在一起交流一下 还有在这边也可以就是说 大家多把中国人聚集在一起 就变得我们中国人的强大的 在这里给大家看出来 所以很多很多的东西 就是在这里我们感受到的 中国的那种气氛 不然每一年 过年就吃个饭 或者说真的没什么感觉 现在在这里我感觉是感受到的 这就是我们在中国过节也好 做节目也好 就是说感受到的那种气氛 其实很好